赖清德现在三面兽 你再加上今天又爆出一桩 新潮流大容 信骚事件 是你赖清德本身的派系 这个时候赖清德他要怎么处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现在我们不管信骚案如何发展 可以告诉各位 大概至少20个案 包含国民党民众党都有 国民党现在三个人已经出来了 傅昆奇 曾博文 还有一个叙事待发 他们大概三个案 这三个案是非常确定的 因为有当事人的指控 那另外一个民众党 民众党的即将爆发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 讲民进党 民进党至少20个案 因为我跟我民进党朋友通话的结果 总共先后20个案 况且有一些爱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在党内他有他一定的地位 就是包含民进党的一级单位的主管 都曾经遭到信骚 事后大家跟他讲大局回座 好比说 好比说 民进党某位女性的一级单位的主管 他遭到信骚的对象 就是从前我们叫建城区 现在变成了大同区 这个是重要的庄角 每一个人选举都要靠他 他跟黄成国的关系非常好 那我讲的不是黄成国 我事先声明 就说大家不要误会 他跟黄成国的关系非常的好 他是不断信骚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陈明通 他教的几个学生 那这一些学生成为利益民主 以后也开始有样学一样 也经过了检举 经过检举 那毕竟他们在民进党内 没有任工资跟党资 这一批是很难处理的 那第三个就是赖兴德 现在提名的战神等人 他们过去都有这个记录的时候 或者引力不报记录的时候 那他们的提名 受到了地方党部党工的反对 我们可以确确的说 现在的案子越来越复杂 完完全全朝政治化走 如果蔡英文他不处理 执政或顾问的事情 你赖兴德还要处理所谓 因为他大刀砍了五个人 现在被提名的至少四个 至少四个就我所知四个 现在已经面对难题 有的引力不报 有的也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不要提名 现在政国会也好 书记也好 就是针对赖兴德的提名 可能会跟蔡英文联手 为什么 假如这四个引力不报的 又是兴骚的 又是有案在身的 还有被别人指证的 等等这些事件 如果你还是提名的话 你马上就会面临 跟蔡英文翻脸的地步 讲得难听一点 你对小英男孩的处理 你对小英顾问资政的处理 你这个态度你要一直 赖兴德讲说他要高道德标准 我说没有所谓的道德高准的标的 只有事实真相的呈现 你才能够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一旦你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以后 现在政国会跟书记已经开始反弹了 因为提名的地区去涉及到他们过去的地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可以想想看 蔡英文 如果他不处理执政的问题 或者顾问的问题 那请问你赖兴德要不要处理这四个提名的问题 况且这四个提名人跟蔡英文之间的关系还算是不错 否则不会称之为小鹰男孩 就是第二个林之间 如果那你不处理的话 那政国会跟书记反弹 如果那你处理的话 你又得罪个小鹰 所以赖兴德现在是三面受敌 那三面受敌 我们可以说性骚案最坏最坏的结果 极有可能促成英系书记跟政国会的联合 来阻挡赖兴德7月26号 好 抱歉 7月16号 全大会一直通过赖兴德代表民进党出征 这个时候赖兴德不是唯一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案子现在看得出来 当性骚案一旦演变成一个政治性案件的时候 这里面的变数就是在于 蔡英文书记跟政国会要不要阻挡 7月16号赖兴德的出现 那况且性骚案现在最大的问题 它已经演变成了政治风波 那你有桃花案 我有春风案 本来春风案大概是到6月下旬就要丢出来 但是因为这个性骚案的出现 那使这个春风案就必须延后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你赖兴德现在三面受毒 你再加上今天又爆出一桩新潮流大扰 性骚事件 是你赖兴德本身的派系 这个时候赖兴德他要怎么处理 就牵动了7月16号民进党权代会 如果赖兴德处理不当的话 7月16号的权代会不是一致勇待 而是说另外一个斗争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